会穿夹脚拖 整个撒上去的时候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最严重的 很痛啊 比生小孩还痛 手指着受伤脚背 黄小姐痛到想哭 起因就是一碗麻油机 9月底黄小姐到百货美食街用餐 后面婆婆端了麻油机找座位 一个没注意两人碰撞 滚烫热汤泼洒在黄小姐脚上 整个麻掉已经没有知觉了 然后就赶快用跳的 跳到他们有一个洗涤室那里 因为这个都是水泡 你走路就感觉一坨水在这里 在摇晃这样很恐怖 因为你会很怕它破掉 脚背红肿冒起大水泡 面积跟拳头差不多 从侧边看凸起的厚度像一条香肠 医生诊断深恶度烫伤 我的脚一直泡在那个脸盆里面 一个小时之后伤口还是说水泡的时候 才发现已经整个都有涨水泡了 被烫伤一个小时后 还是黄小姐自己搭小黄去医院 质疑百货人员处置失当 导致她延误就医 更气的是百货业者只想当局外人 我们有问她说 你们有没有投保那个 公共意外责任险 她是跟我说 这个保险公司不理配 你整天是躺在家里 就是不能去工作嘛 现在看到热汤都会很害怕 黄小姐到小区派出所 去做了报案的动作 可是等到她去报案之后 派出所去跟百货公司 要求相关的个资的时候 他们既然说资料已经洗掉 没有了 所以换言之 她现在即便要提出求偿的告诉 也不晓得要找谁求偿 肇事者资料变成空 黄小姐求偿无门 只能认赔将近两万块的医药费 但百货业者解释 因对方自行就医 依各自法规定予以销毁 只是到美食街吃顿饭 像踏进地雷区 肚子没填饱 脚背烫出大水泡 记者董耀军 邵玉敏台北报道